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我Amo 或我Emo 那今天呢 要來看一下日版12月推出的聖誕節新角色以及小小甜心的部分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是只有新角色的部分 那專武跟六星呢 就是到下一集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這一集呢 會稍微介紹一下每一隻角色 在幹嘛 技能組是什麼 然後我自己個人的評價 以及打過一次聯盟戰他們的表現這個樣子 好 那首先呢 先來看到這個聖誕布丁這個角色 那聖誕布丁的話呢 他的技能組基本上以二技作為核心 他的二技呢 是會展開一個領域 那這個領域中呢 會有buff 而且這個領域展開的時候呢 他的UB跟一技都會有更好的效果 那他自己的技能循環其實算蠻漂亮的啦 他所有的一技呢 基本上都是可以吃到這個二技的領域buff的 所以大部分的UB也就都可以吃到這個領域buff的效果 整體來說算是一個設計上蠻精良的一隻角色 他沒有什麼太多太大的缺點 然後他的破防量也還算不錯 UB有這個破防的效果 然後buff的量也還算不錯 他自己本身的輸出量也還算蠻高的 你可以把他理解成是一個這個輸出量比較高的魔法莫妮卡 只是魔法莫妮卡的buff範圍是中衛跟後衛為主 然後這個聖誕布丁呢 是以中衛跟前衛為主喔 他的buff範圍呢 是前衛所有的角色基本上都吃得到 然後呢 中衛聯盟戰會用到的物理角色呢 也都吃得到 然後後衛就都吃不到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今天是一個聯盟戰打單體boss 然後都用中前衛角色為主的場合的話 那這個聖誕布丁的出場率還算不錯 那這一個月就是日版12月的聯盟戰也有看到 俄王跟武王有一些偷懶刀的使用 我覺得表現還算蠻好的啦 那主要的點還是在於說 他的TP上升數值非常非常的高 他自己本身的TP上升就已經很高了啦 再加上說他這個領域會加他自己30的TP上升 所以他的TP上升會到一個還蠻誇張的數值 那導致說他的ub的速度會跟就是站在首位 坦傷害的那種角色差不多 就是他明明是站在中衛是站在後面的 但是他跟站在最前面坦傷害的那個人的ub差不多快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呢 嗯 他這個單機可以造成的輸出量跟這個破防量都還算不錯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比較大家可能會有疑問 至少我自己有這樣子的疑問 所以去稍微調查了一下 就是跟Aquila之間的比較 就是我們一直在講的就是說 Aquila在最近這幾個月 就是拉比丁斯達最近這幾個月的表現相對的沒有這麼好 然後相對都被一些其他的破防角色被其他的輔助角色給取代了 那這其中的原因呢 我自己個人認為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說 Aquila他其實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角色 就是他破防也有一點 然後他buff也有一點 然後他輸出量也有一點 然後各方面都有 然後各方面都有一個還算不錯的數值 但是今天呢 我們放Aquila的場合其實大部分都是所謂的就是 我可能放一個主力的破防 然後再放Aquila 誒 破防量剛剛好 或是說我放兩個主力的破防 然後再放Aquila 誒 破防量剛剛好 所以他必須要有這一個填補這一點點破防量的那一個空間 然後才會有他的表現空間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數據設計上的一個問題啊 就是 嗯 這個東西牽扯到一些比較精緻的 比較精細的一點數據設計 就包含說Boss的防禦力要設多少 然後包含說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會破防的角色的破防的係數要設定多少 然後因應現在的等級的提升 那Boss的防禦又要怎麼調整這樣子 這會是牽扯到這支中比較精細的這個數據測試的部分 那也是因為說在這個聯盟戰改版之後 在這個345王都有一個底防 然後呢在這個角色的等級都提升了 然後再誘出了更多其他的像這種破防的角色 或者是說Buff更強但不會破防的那種角色等等等等的之後 那就會變成說聯盟戰的環境主要變成 誒 我放一隻主力破防 或者是說誒放兩隻主力破防這樣子為主的環境 然後沒有那一個小小的空間 給這個拉比丁斯達插進去的話呢 那就剛好沒有拉比丁斯達的出場空間啦 我自己個人認為的想法是這樣 那當今天沒有這個一點點破防需要補的時候呢 那他的表現就會不如這個灰姑娘月月這樣子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認為說 就是環境的關係導致阿基拉的表現沒有之前這麼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可能會有些人有疑問 至少我自己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我自己查了資料之後得出來的解答是這樣子 那總之呢聖誕布丁這個角色在聯盟戰一定會是一個還蠻強勢的角色 那未來性我覺得也是蠻看好的 我覺得每個月至少會有個可能兩刀左右 是有用這一隻的偷懶刀阿手弄刀都是會有的這樣 所以對於說專職聯盟戰的玩家這隻角色還是蠻推薦的 那聯盟戰以外的地方就沒有什麼太多的表現空間啦 就是以聯盟戰為主的一個角色 好那再來呢來講一下這個聖誕美攻的部分 那先來看一下技能組的部分 那他的技能組呢其實非常的簡單暴力喔 就是範圍破防然後呢範圍的這個物理傷害 然後呢這個UB有爆傷三倍的效果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啦 所以他的使用情境主要是兩個點 第一個點呢就是說欸我需要破防 我需要這個範圍的破防的時候呢可以使用一下 那第二個點呢就是說欸我需要這個範圍的輸出的時候可以稍微用一下 那其實這兩個點都稍微有一點尷尬啦 先講破防的部分那你會需要破防呢 主要就是兩個第一個就是呃你PVP你打PVP的時候如果要這種破防的話 就是說我的出動破防然後呢我的破防完之後 我的角色開UB下去然後直接把對方秒掉嘛 你會想要在PVP做這種破防最主要的點是在這個地方 要不然控場可能會更好一點那法隊有可以這樣有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角色就是泳裝奇蹟箱 而且泳裝奇蹟箱做的還不錯破防的量也還蠻多的也比這個聖誕妹弓還要再更多一點 但是他比聖誕妹弓多的原因是因為聖誕妹弓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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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現在PVP的環境來說大部分都是移動結束 然後開UB然後把對方全部都秒掉 不然就是對方移動結束開UB然後把我們全部都秒掉嘛 所以惡動破防就顯得有點晚 就顯得有點晚 那再來呢另外一個使用情境呢 就是說這個UB傷害的部分嘛 那UB的這個傷害呢其實就是輸給六星的自己啦 就是你放一個六星的妹弓 傷害量是更好的 那當然還會有這個破防的部分啦 所以呢如果說是一個中長時間的對局 然後呢你用這個聖誕妹弓的範圍傷害 然後慢慢的去磨人家 然後把人家磨死 那這個破防也許會讓他比六星妹弓好一點 但是呢你也要考慮到說 畢竟這也是一個新的角色嘛 然後你把它升上來 然後又要裝備啊 又要女神石升星啊什麼啊等等的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六星妹弓的情況下的話 我會認為說直接用六星妹弓 應該就可以了 這個是在PVP的部分 那當然你六星妹弓還沒有弄出來的話呢 我會覺得那你那你為什麼不用出砍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角色就是在一個這樣比較尷尬的位置 那再來講到這個聯盟戰的部分 那聯盟戰的話呢 他有一個超級大的剋星就是克雷奇塔 他基本上輸出輸給克雷奇塔 然後呢這個buff的部分也輸給克雷奇塔 然後呢破防的部分 克雷奇塔好像也比較強一點 所以就是全面輸給克雷奇塔 那今天在這個有克雷奇塔的情況下的時候 就不太會去選擇這個聖誕妹弓 所以我在這個12月的聯盟戰 也沒什麼看到這個妹弓的上場 反而是克雷奇塔的出場率真的是還蠻高 那這角色真的是相當的強勢啦 我甚至覺得這幾個月他的表現是比江戶小雪還要來得更好的 好這個是這個聖誕妹弓的部分 總之綜合來說算是一個你喜歡妹弓這個角色再選擇就好啦 畢竟他也是常駐角 好那再來最後呢就是這個真陽的部分 這個聖誕角的最後一隻真陽的部分 那真陽他是活動農的免費角色 就是可以免費取得這樣子 那剛才的那個妹弓其實也可以接近免費取得啦 就是他在日版的時候是有免費時連的 可是台版不確定免費時連會不會開在那個時候 所以這個到時候再看 那其實Sidegame他現在做免費時連跟角色其實有一點關聯啦 就是他免費時連不太會給那種超級強勢的角色 他都會給那種就是像有裝前歌啊 然後或者是像這個聖誕妹空這一種稍微有一點微妙的角色 那可能新手可以稍微用一下吧 那再來講回來這個聖誕真陽的部分 那聖誕真陽的話呢他其實主要是有兩個能力 第一個能力呢是推的能力 就是以這個二技為首的 就是會推一下敵方 然後呢其實推的距離還算蠻遠的 雖然說範圍稍微有一點小 那再來第二個能力呢就是UB的部分 會加物防 然後會有這個物理的無效盾 那這邊就是分成這兩個部分來看 那當然這兩個部分都是比較偏向PVP使用的啦 這一隻在聯盟戰應該是不太會想要用這一隻啦 應該是會在PVP才會有可能會派上用場 那他的性能設計上其實缺點還蠻多的 首先是他的UB的性能是完全比不上六星U1的 六星U1的UB基本上算是全面比他的UB還要再更好一點啦 所以如果你要的只是這一個物理的無效盾的話 那選擇六星的U1可能會是更好的那這一點也是我認為在聯盟戰 基本不太會有出場可能性的原因啦 因為我直接用六星U1就好了嘛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推的部分 那推的這個部分其實也稍微尷尬一點的地方在於說 他的推的速度稍微有一點慢 就是你推不太斷其他人的補TP啊 或者是招式啊等等 就是如果你把他想要把他放進去 然後對那種就是超級兇的移動結束 就會把你秒掉那種陣容的話呢 那他其實也推不太到什麼東西啊 可以推到的東西很少 就不如放其他的這個 目前大家都在用的那些控場角啊 就是可能祈禮啊 或者是美冬啊 或者是魔法霞之類等等的那種 效果會更好一點 所以呢 呃目前啊我看起來 這一個聖誕真陽最主要的出場空間 應該是在防守隊的部分 就是如果你把他放在防守隊 然後呢對方放一個這一個物理的陣容來推你的時候呢 那這一個聖誕真陽是可以達到一些奇效的 畢竟他欸他又會推 然後呢他又會有這個物理的無效盾 然後欸他又會稍微補一下血 所以呢在這種烏龜陣容啊 就是比較硬 然後呢讓對方打不掉的這種防守隊的話 是可以稍微拍專用場的 只是呢 呃也只有3v3藏陣容的時候比較好用啦 畢竟如果對方直接看到你用聖誕真陽的話 也是不難推的啦 我在超陣容的網站上面也有看到 非常多的陣容是可以直接使用的 所以應該還是放在3v3藏陣容使用為主 如果你是一個專職PVP 然後很喜歡打3v3的玩家的話 也許會有那麼一點使用的空間 大概是這樣子的評價 那最後呢就是這個小小甜心三人組的部分啦 那小小甜心三人組呢 他是三隻角色是一個角色啦 就像台版剛出的初刊 但是兩隻角色是一個角色一樣 所以畫面上面的角色數量會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他是一個中衛單體破防物理輸出角 是公主祭典的限定角 那這隻角色這一段是重新路過的啦 因為原本的版本呢 我對於這隻角色的技能組有所誤解 所以呢原本的版本就在昨天改私人 然後今天推出了這個新的版本 所以如果說呢你看過昨天的版本的話就很抱歉啦 我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 然後把這些角色的技能組弄清楚的啦 因為這一部影片的重點還是在前面三隻的聖誕角色的部分啦 所以小小甜心的資料我就沒有看的非常的多 好那來講一下技能組的部分 他的技能其實還蠻單純的 但是又還蠻有趣的 那UB的部分呢是單體的物理傷害 那這個物理傷害是會有兩段的 那這個第二段的物理傷害 如果說他打的那一個敵人魔防比較低的話呢 那這一個第二段就會變成魔傷的 他就會變成一半物傷一半魔傷這樣子的技能組 也就是說在PVP的時候 如果說你打羊駝之類的這種物防比較高的坦克 那你打下去呢 他就會有一半是物理傷害 然後一半是魔法傷害 那如果說你在打聯盟戰之類的 你有放物理破防等等的 那BOSS的物理防禦比較低的情況下 那就會是兩半都是物理傷害這樣子 那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說 他這個兩半是分開來計算的啊 就在打聯盟戰的時候呢 如果你遇到Limit盾 如果你兩下可以超過100萬的話呢 那這兩下是會分開來計算的啦 所以他就可以打到 呃單下比較高的傷害啦 極限可能可以打到200啊 甚至220萬 單下UB的傷害這樣子 所以呢這個算是這隻角色一個比較特別應用的方向啦 那再來是1技的部分喔 那1技的話他就是一個小UB 他跟UB的效果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傷害比較低一點 然後他的第二段的傷害也比較低一點 所以綜合來說這隻角色基本上還是算是物理角啦 就是你要把他放在法隊的難度是還蠻高的 那問題就是在於說他的魔傷的部分 也是比較低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在於說 你如果放在法隊的話 通常你會放法師的這一個BUFF角色嘛 那就會變成說會BUFF魔攻 可是這隻角色他又是吃物攻的 所以他跟法隊的BUFF角色比較搭不上 那再加上說你要觸發他的魔攻的效果的話呢 是BOSS的魔防要比較低 那BOSS魔防比較低就代表說他有物防嘛 那這隻角色主要的輸出也是物防 那這對這個就整個就鬥不上來 所以他要放在法隊裡面的難度是比較高的啦 除非今天有一個做球的BOSS 例如說台版上個月打那個0防的那個 三王不是雙防都是0嗎 所以雙防都是0的話我就不用管破防嘛 那這隻角色那可能就也可以派上用場 可能也是蠻有趣的 好那再來是這個2技的部分 那2技是BUFF跟破防技啦 他會增加自身的物攻物爆 然後降低敵方的單體物理防禦力 然後補自身50點的TP 所以他的UB速度也還算可以 然後呢他的破防的覆蓋率也還算可以 這隻角色還有另外一個重點 是他的動作循環算是蠻漂亮的啦 就是他很少普攻 他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招式 然後他的招式還算不錯 還算蠻強的 他1技其實還蠻痛的 然後2技的BUFF也還算蠻優秀的 然後又會補自己TP 然後又會有破防 然後所以呢 他其實算是一個 有一點像是更好的 這個奇幻妹弓 這樣的感覺啦 我自己會這樣子認為 就奇幻妹弓他是 站在後衛嘛 然後有物理傷害 然後有物理破防 這個樣子 他就有一點像是站在中衛的 然後輸出量更高的 性能更好的奇幻妹弓 我自己給他目前的定位 是這個樣子啦 那這隻角色會不會派上用場 我覺得就是兩個重點啦 那第一個重點呢 這邊都是先以聯盟戰來說 因為PVP的話 單體輸出的角色比較 比較沒有使用的空間啦 就是PVP是屬於說能用 但是不算非常的強 所以還是以聯盟戰為重點 那聯盟戰要能用的話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說 聯盟戰的BOSS是怎麼設計的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嘛 就如果聯盟戰有那種雙防 是0的那種BOSS啊 或是這一種比較適合他打的 或者是說聯盟戰BOSS的防禦力 剛剛好可以讓他多 這一個破防 就是你要多了這一個破防 然後就剛剛好的話 像之前台版不是有出現過 那種就是 我要放奇幻妹弓 然後就可以達到最好的傷害 因為我的破防 只差一點點嘛 所以我放學幣的話 破防量太多了 就會溢出這個破防量 那我放奇幻妹弓的話 破防量就會剛剛好 然後奇幻妹弓的輸出 又是有一點點的 所以我就會多奇幻妹弓的輸出量嘛 那也許 如果之後有BOSS的防禦力 剛剛好在這樣尷尬的數值的時候 這隻角色會派上用場 那再來第二個點 就是說 大傷盾的情況 就是今天聯盟戰 有沒有辦法 聯盟戰的陣容 然後BOSS的設計 有沒有辦法讓這一隻角色的UB 達到大傷盾 因為如果他的UB可以超過大傷盾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他的UB下去呢 是兩下是分開來計算的 所以在有大傷盾的情況下 在他可以超過大傷盾的情況下 他就有可能達到 比其他的物理輸出角色 還有更高的傷害 所以呢 這個是聯盟戰要關注的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 他有沒有辦法 UB的一半就超過大傷盾 第二個呢 是有沒有這個差一點點破防 需要的這個情況 所以呢 這兩個點看下來 他都是會需要 聯盟戰的BOSS去對應他 然後他才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所以我目前是覺得 應該不會特別去做這個球啦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這個角色他可能PVP是能用的 但是沒有到一定要用 就是不算弱啦 但是沒有到一定要 然後聯盟戰可能也是能上場的 可能有一些偷懶刀可以用 但是 我覺得他如果 對啦 我自己覺得他有出最強的那種 手動刀的機率 相對沒這麼高啦 頂多就是在偷懶刀出現這樣子 那當然 最後要見真章 還是看月底的聯盟戰啦 所以呢 在下個月初 在這個二月初的時候 看過一次聯盟戰之後 我也會再跟大家做 比較詳細的這個角色的介紹 這樣子那這邊就還是 呃 再跟大家說一聲抱歉啦 就是昨天的那個版本 我沒有把這個角色的技能搞清楚 就出了影片 所以 對我應該要搞清楚的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了解這個 上個月 日版出的這些角色 然後還有這個小小甜心 三人組的部分 那下午呢 就是你如果是第一個 第一時間看這一段的話呢 那下午會有這個 上個月初的 聖誕節專武的部分 還有六星的部分 也有比較詳細的介紹 也有稍微聊一些 目前環境的事情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好不好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